我覺得港交所有兩個因素 第一就是看回整個港股的走勢表現 第二就是在說成交何時開始出現一個反彈 而相對來說 現在港股無論是指數所處於一個點數位 或者說成交所處於一個水平 其實相對來說都是近幾年一個比較低的位置 所以我覺得對於港交所來說 會是一個長線看好的誘因在 同時對於港交所 其實近期有兩個因素 我認為是理好港交所的 包括了未來 我相信會有更加多的一些中概股 是回來香港做一個主要上市 而第二個就是一些在美國上市中概股 同時在香港第二上市的股份 其實現在有不少的一些外資機構 是將它們持有的未股ADR 是搬了回來港股的第二上市 這個也是有利於整個港股市場的深度 或者說的是流通性 這個對於港交所來說的話 我相信中線來說 中長線都是偏向於比較正面和積極的 所以現在其實港交所 相對股值比較低的情況之下 我認為向上的空間 是要比向下下行的空間更加之大